北京时间11月6日,火箭在可查以98比94险胜步行者,取得赛季首个三连胜,战绩也经一步回升,来到了四胜五负。 而此意,火箭之所以能战胜东部豪强步行者,除了是因为他们的防守有所回升之外,哈登的巨星表现也是赢球的关键。 哈登今天基本是以一己之力支撑着球队,全场15投7中砍下28分4来板6助攻,尤其是最后几分钟的表现,妥妥的MVP水准。 他关键的一攻一防,以及尾如山的法球,帮助火箭笑到了最后,保罗和安东尼两大得分手,今天的手感都不佳。 保罗12投4中拿到9分5来板13助攻,3分球更是6投0中,而踢不出场的安东尼也没有延续上一场的手感,9投3中拿到8分5来板,3分球7投2中。 不难发现,今天,安东尼没有获得很多表现机会,更重要的是,今天他的出手,基本都是来自于3分线外。 要知道,上一场安东尼的两分球,可是7投7中,但今天却没有什么中投机会,基本就是跟着者反跑,然后投投3分球。 但继上一场3分球7投1中之后,今天安东尼又投出了7中2的3分球,其实火箭可以多安排几次安东尼被审单打的机会。 这是安东尼的长相,希望火箭能延续三连胜的状态,保持防守强度,但也不要只依靠着哈登的单打。 精筒 大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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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